兄弟们咱们和平的特训导真的是越来越专业了 练枪内容丰富了不少 这期大家一定要先看看 方便大家今后对正练枪 技术绝对会有不小的提升 来到吉利这里 我们看到多出了一项投掷训练 在练习界面可以把距离 报道范围 轨迹等效果设定为显示 用以更直观的看到我们扔出投掷的精准度和伤害 不仅可以对着前面的室外空地投掷 身后还有海岛的各种热门楼形 海景房 假车库 旋转楼 拼图楼应有尽有 而且在投掷效果可视的练习方式下 我们能清楚的知道 在楼内投掷反弹的效果和弱点 这个兄弟们今后一定要多去练练 毕竟高手对决永远是先看投掷 老粉丝应该都知道我这话说过很多次了吧 然后原有的室内靶场也做了大升级 进来之后这四周环境满满的都是科技感 在武器和配件箱内选择好需要的 就可以来到这边进行训练了 一共有三种 第一种听声训练 这个训练我个人认为是最有意思的啊 每一次都会在面前冒出数个靶子 其中只有一个靶子会传出枪声 枪声就两三枪 你需要在短时间内判断到底是哪个靶子发出的枪声 然后射击 命中正确则加分 错误或者超时则不加分 说实话兄弟们 这个挑战我在这儿连续玩了十几分钟 居然都不觉得腻 第二种拉枪训练 这个就比较简单 打倒一个靶子 另一个靶子会立马冒出来 拉得越快越准 分就越高 挑战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哈 第三种跟枪训练 也是比较简单容易理解吧 面前出现数个移动板 练习你的跟枪能力 建议拖了一个玩家 一定要多练下这个 兄弟们根据我的演示 就能知道其大概的练习原理 以后做针对性的训练即可 说实话 这波特训导练练习模式的升级 不知道未来又会出多少枪法大声 细带一首好吧 另外特训导还新增了天气选择 在拍摄模板页面 可以选择不同天气 比如这个大雪和大雨 效果真的很不错 以后在特训导打卡就更漂亮哈 这边还新增了一个摄影房 在这里可以选择不同的幕布 用于拍摄 简直是打卡玩家的超级福利好吧 以上便是新版本特训导的大致更新内容 具体还有很多细节更新 就等兄弟们去探索了 肯定会有更多惊喜 等你们发现